会有一些习惯性的动作,比如鼻炎患者经常发出浮浮浮的出气声,有的会发出坑坑的憋气声,长期都这样,不仅鼻子难受,影响通气,还会产生一些无意识的小习惯,许多患者开始寻求方法。 但是上网一查,发现鼻炎的生炎有好有坏,有的选择中医,说抹药,喝药就能痊愈,不会再犯,有的人选择西医。 一,患者有间歇性或交替性鼻色,早晚明显,时有少量粘着白体,或有面色蛋白,刺汗,易感冒等症状,检查检效比较轴障,色蛋白,舌质偏淡,抬高,脉性或缓弱,可用于屏风散加减药物。 二,间歇性或交替性鼻塞,或有性觉减退,头昏沉重,半体倦乏力,或食欲不振,踏遍吸糖,舌质蛋胖,连油水盒,排斑,脉缓弱,用森林白树散加减,易气健脾,屈铁通俏,三症状在天冷时加重,食有精气,面色蛋白,趴冷,四肢冰凉,小便清肠,舌半排白,买沉气的患者。 用当规刺泥汤加减,调和饮味,闻扬义气,四,鼻色反复,常有上量黏黄鼻气,有时鼻内折热干燥,或有嗅觉减退,头胀痛,检查可见下鼻甲肿大,颜色暗红,口渴,小便黄,大便干,舌红胖,财微狂,脉术而有力,肠胃肺为热胜,以用黄情糖清肺为热,五,病成肠,鼻塞成池, 嗅血性,嗅觉减退甚至消失,香臭难辨,说话时鼻阴重,时有少量粘体,鼻甲硬式,表面不平,或臭丧致酿量辨,脊致癌,有的可见欲点,背起致血瘀,用当规刺药汤活血化欲,通力鼻梢,足腹药板,针咬,按摩,中药致气的鼻都可取得良好的效果, 不仅鼻塞的症状好转,其他症状也可减轻,西医,找出全身,脊部和环境等方面的致病原因,积极全身疾病,或排除之,对鼻中隔偏曲者进行矫正手术,积极慢性鼻动炎等,加强锻炼身体,改善营养状况,全身慢性疾病,提高肌体抵抗力,一,脊部糖皮质激素鼻喷物剂,可在炎症的各个阶段, 都发挥强大的抗炎,抗水肿效应,并能促进损伤的鲜毛上皮修复,是目前鼻黏膜炎症性疾病的一线药物,二,减充血剂,只有在慢性鼻炎半发急性感染时才可使用减充血剂滴滴,一到两次每天,并且一般应用时间不宜超过七到十天,三,其他,鼻色严重者可按摩,影响学和鼻通学外, 还可应用淡盐水或含水冲洗鼻腔,如果炎症比较明显,并伴有较多的分泌物高流,可以考虑口服小剂两大环内脂类抗生素,对于药物及其他无效,并伴有明显的持续性鼻色的患者,可行手术,一,下鼻甲切除术,通过手术切除下鼻甲的一部分, 使鼻甲组织变小,可以降低鼻腔阻力,改善鼻腔通缉的状态,在进行下鼻甲手术时应注意是当保留下鼻甲前端,以免引起副作用, 二,地位本离子,激光,COR激光,以免激光等,微波下鼻甲手术,可通过消融肥大的下鼻甲黏膜或黏膜下组织,使鼻甲组织变小,从而改善鼻色的症状,此方法简变隐形,但可能会引起术后鼻腔干燥, 三,下鼻甲骨折外移术,下鼻甲骨质不肥大或向内,过度剩下折开行刺手术,该方法一般不损伤下鼻甲黏膜,对鼻腔生理功能也无明显影响,并且术中,术后术息较少,是一种微创的手术,缺点是减容效果有限,对较重的慢性鼻炎效果千佳,好了,中西医如何都给大家一一摆在这里了, 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,听从医生的建议进行,当然,现在很多疾病都会中西医混合,不用太过纠结学哪个的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